音樂 當作在體的時候 我們有四門課 然後第一個就是說 使用者界面 使用者界面是詠秤老師的課 好像這是有開 然後另外一個是 餐廳環境資歷俗 然後食物設計是在 也是這個時間 他開在參旅系 碩士班 然後另外一個因算思維 因算思維與城市設計是 通室的課 那我們這個會聯合起來 到學期末 我們會有一個展覽 作品展覽 那我們那時候 這是第一年的計畫 我們那時候想提第二年的計畫 可是到這裡我們就沒有再繼續提了 這四個課的牌 是這樣子 上學期 那個運算思維的已經教過了 這學期就是中階的 使用者介面 然後食物設計跟產品環境設計 那產品環境設計 應該是這一些的綜合設計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 數位課程技術的 演講 然後有一些 關於這方面的人會來演講 那我們需要你實際去 去操作它 去場域調查 OK 我們這個課最重要的產品環境設計 就是探討 產品跟環境跟人 三者之間的關係 我舉個例子講 我們這個空間就是一個環境對不對 那我們有擺桌子 產品 椅子 產品 麥克風 產品 你們就是 我們在做些上課的動作 那你們都用這一間就知道 我們可以把它擺成不同的形式 它就有不同的 比如說發表 比如說展覽 比如說很多不同的活動 你們的工學 你們系學會的活動 在這裡吃 吃東西等等 所以環境也許被固定下來了 但是因為產品的擺設 配置的問題 跟人的活動 它會產生新的不同的關係 那我們就 我們主要是探討 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接下來 這個學期 我們做的作業 我們也會再繞著這個走 那 這個學期大致分兩個大階段 前面的階段大概就是 收集資料 討論 後面一個資料就是設計的展開跟實作 前面呢 我們可能要有一個場域的調查 那這個場域現在哪裡 可能是 因你的題目而決定 因你的題目而決定 然後我們會有 收集資料的分析 設計的發想 然後第二階段大概會有這一些 最後會把提案做出來 要做的 有三個大方向 第一個叫做 食物的文創設計 應該有看過 有人用高麗菜 做了一個盤子 後面高麗菜的樣子 有人用鳳梨的表面去做了杯子 對不對 我需要你要做一個文創的設計 另外一個我想的是 有沒有辦手禮 你可以重新設計它 台中的辦手禮太陽餅 我想過 台中每年都會辦一個叫台中設計獎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們來參加一下 太陽餅的三十種 三十種吃太陽餅的方法 把它想出來 那我們去買太陽餅的 拼命吃 拼命改造它 所以文創的設計可以帶來什麼樣的不同 第二個大家都在做的 食物與健康 所以我用手機掃描一下 我就知道說 今天吃了多少大卡對不對 還是我今天消耗了多少熱量等等 這些都有人在做 你有沒有什麼新的消耗 食物跟健康 能夠做些什麼事情 還有新餐具的設計開發 新的餐具 那這個過程中 也許會牽涉到 食物怎麼被應用 或是它被 如果被加工 如果被保存 如果被保存 如果被吃會比較方便 也許你知道那個 對高齡者來講 那個東西要剪成 一口可以吃的 不要讓它咬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會跟健康有關係嗎 還是我跟文職有關係 還是跟新餐具開發有關係嗎 都可以 它內容包含很多 下禮拜我會給各位看 以前的設計的一些成果 從那邊去思考 或是你自己想對不對 那這三個是我們 這學習我想做的一個大方向 所以我們以後分組 你就跟我說 做哪一組的東西 那 因你的題目的內容 去做什麼樣的調查 然後來分析 那些調查 查到什麼 得到什麼 杯子有很多種 我前兩天在整理 我的家裡 我最多的就是杯子 我大概家裡有一百多個杯子 試試看不同的杯子 不知道他做什麼用 嘴杯 喝雞尾酒的 喝紅酒的 喝白酒的 喝香檳的 都長得不一樣 我看你一定有對不對 你看你就舉手了 就是這樣 派人力的手要放在哪裡 怎麼拿酒杯 他也是長那樣對不對 派人力應該手 拿著 握著酒杯 你要你的體溫給他 讓他熱熱的 紅酒不需要 威士忌也不需要 喝甜酒的 喝啤酒的 威士忌的 好 不需要 所以威士忌是拿醬粉 對不對 那麼多不同的杯子 有不同的用途 在對於新北市政府 他們在對於這個 整個從 可實際地景 我們在 請問你就是 Elevo Landscape的部分 它是種植可以吃的食物 然後呢 兼具景觀效果的一個方式 你看 我們希望把這個兩個東西 結合起來之後 讓它帶入一種 所謂的療癒的概念 當然我等一下也會利用這些案例 跟大家講一下 這些其實都是國外的這個照片 那國外因為環境氣候的關係 所以他們在種植這些野菜類的植物 其實會有怎麼樣的 相對於台灣比較優勢的地方是什麼 他們的氣候條件很重要 因為他們是大部分你們看到的 在推這個比較成功 都是這些溫帶國家 那溫帶國家裡面 因為他們的溫度 稍微比較低一點 所以 因此怎麼樣 病蟲害少 這個部分 病蟲害少的時候呢 就因為病蟲害少 所以你會看到每一顆 這些我們要吃的蔬菜 在不用噴藥的情況之下 都非常的漂亮 為什麼呢 因為醜的就不叫好的景觀啊 所以我們做設計人 就要有同理心啊 同理心是什麼 就是了解消費者 或者你的目標族群 實際上他想的是什麼 那不管是他的痛或他的愉悦 你要跟著他的心態 一起來調整 所以我記得我上禮拜 上次來的時候 提報說我一直在問同學 你們的目標市場是誰 這件事情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搞不清楚 這些人是什麼 你怎麼幫他去滿足他 然後再來咧 我們要去做一個定義 就是說 確立你這一次的設計當中 主要解決的是什麼 就是Define 然後咧 接下來我們大概就很熟悉了 用我們的創意去做Develop 就是做一些創意的發想 然後在設計思考裡面 很重視就是說 他希望是有效的 而且他是一個滾動式的 並不是提案完就結束 他會要你去做一個Prototype裡面 然後不斷的去做什麼 Test 它是一個cycle 一個循環 一直找到你覺得最適切的一個答案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流程 我們看一下 工藝設計師其實一直確實 都是在做使用者經驗研究 所以我們確實也都很認真的在探討 經驗到底可以帶來什麼樣的價值 所以我們已經衍生了很多產品 你看得到這些都是 像這個咖啡機啊 可以讓人在早晨中享受一個更好的 美好的品味人生的一個開端 一個好的咖啡機 咖啡機也有膠囊室 粉室 然後高壓蒸汽室 低漏室 全部都是為了什麼 為了讓泡咖啡的過程 更愉悅嘛 然後你可以獲得一個更好的 咖啡飲用的經驗嘛 所以 好像我們都在做使用者經驗 為什麼使用者經驗這個研究詞 只是最近十年才跳出來 角色 然後以一個設計師而言 就是你為什麼需要保存食物 它會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那你關心的議題是什麼 你關心的食物議題是什麼 會影響到你 最後設計出來的產出 就是 所以這就是 希望大家稍微思考一下 然後真的是 如果有喜歡做的事情 就自己去 就是認真去發展 就是有時候 不一定真的要一直想著 就業的事情 有什麼興趣可以自己做 然後 真的是不要忘記 身為一個設計師的責任 設計師的責任 我剛剛跟你們講的這些 其實都是從 那個年代 他們 我們現在找的這些 福馬都是 那個我們抓的那個族群 1972到1982年出生的人 他們所經過的生活 他們曾經用過什麼樣的元素的東西 過什麼樣的生活 曾經看過什麼樣的東西 曾經摸過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我們找了這些資料之後 我們就會抓出一個大致的方向 然後開始畫草圖 然後草圖看起來就會像是這樣子 我們會去有一些 有一些論述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東西 這個東西到底是要做什麼的 我們想要做一個餐具 然後這餐具它可能是可以 可能是家人要留聖菜生飯 給這個晚歸的人的餐具 等等類似像這樣 然後草圖畫完之後 我們自己內部會經過篩選 經過討論 也經過跟客人討論 然後接下來下一段就是 做3D的提案 然後我們的3D提案 看起來會是像這樣子 那時候我們提案的方式是比較偏向是 前面會有一句情境的描述 然後後來再帶到我們的產品 現階段不管是全台灣 或者是全世界的話 其實餐桌就都有很多不同的團體在辦理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 應該找出什麼樣子 有別於跟別人不一樣的來當做我們的主軸 然後再加上說 其實我們會思考說 我們村子裡面只是有什麼樣子的特色 是可以吸引客人來的 那我們就去盤 盤點出不一樣的省份的菜餚 那我們也會去跟我們市場內的店家去做結合 然後再加上說像我剛剛講 我們整個村子裡面的建築跟巷 像巷弄裡面可以看到很大量的一些紅磚 那所以說我們在第一場我們的餐桌的話 我們也不是設定在室內 我們就直接就拉在我們公司外的一條小巷弄這樣子 就是食物其實是跟在地連結非常非常非常深的 我們所謂的風土 大家知道風土吧 你們可以去看洪正宇老師的風土經濟學跟風土餐桌 鄭宇老師其實跟我們也很好 他這兩本書基本上是我們這個圈子的 如果你未來要做風土做食物的話 算是一個蠻指標性的一本書 風土經濟學跟風土餐桌 他所講的是你每個季節當地都有 每個地方都是屬於他自己的特色跟型態 然後我們就是從菜園 然後帶著大家去做共煮共食 然後透過食物這件事情去主軸彼此 跟主軸跟這塊土地的關係 所以你到底要解什麼問題 我們把問題提出來 所以你看我這邊有設定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 我要記錄我的生理數值 也就是說我每個禮拜每個月的變化數值 所以我要記錄這個數值 數值我可能可以跟一些 測器跟一些器材做連結 要電腦去做運算 做一些加減程度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假設我們要算BMI值 那你要請使用者 輸入他的身高跟體重 這時候你就要用這一個輸入的符號 輸入完之後我後面要 耗用BMI的公式去算對不對 我就是要用這個處理的符號去畫 破完之後呢 我就要算出你的BMI值多少了 我就要輸出給你 我就要利用這一個平行四邊形成符號給你 這是輸出 這是最基本的 有輸入有處理有輸出 還有一個工作流 做一個使用 那Android它有一些 這一個優點 就是說它是open source code 所以它的程式碼 你可以去動它 可以去改它 甚至我們手機都可以說你進去root 然後你就到裡面去改它的作為性的權限 這些都可以 所以我們今天會利用這個APP Inventor 實際做一個APP 然後你可以直接把它package起來 然後放到你的手機上去執行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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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靠在火車的窗邊 看着月里的海岸线 越来越远 消失在远方的长寿 岁月像让世界如烟 夕阳与红酒要熄灭 回归漆黑 映花满满下一片 在夏中未遗免 又何必执着决定 不属于你的那片迂回 我们都不完美 又何必笑着伞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靠在火车的窗边 窗边外有着大草原 草原上面有蓝天 蓝天下的世界很美 我靠在火车的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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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过时迈越过园夜 静静聆听 是没有纷扰的世界 穿过时光到了从前 闭上了眼水到以前 映入眼帅 湿入眼帘 是不光灵灵的海水 拂过海风和岁月 又何必执着眷恋 不属于你的那片草原 我们都不完美 又何必笑着灑泪 放下寻爱的社会 我靠在火车窗边 窗边有着大草原 草原上面有蓝天 蓝天下的世界很美 世界有时会残缺 让我们知足面对 一起回到快乐的纯粹 我靠在火车窗边 想起小石口笑脸 包括相间和刀片 抓那只蝉的童年 生活不该做表面 回归生命的原点 是 简单纯粹 我靠在火车窗边 看着远离的海岸线 越来越远消失在远方的城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